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像老師您拍到這樣子 照片比較暗的 那怎麼辦 其實齁 平常我們在拍這個 您看一下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叫補光 像這種 你會拍那種背光的 就是背 比如說夕陽啊 日出啊 這種都背光嘛 有強光在前面的 你直接這樣對著它拍著 人站在前面就不可能會好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您可以直接簡單來講 因為這套軟體我覺得好用是在於說 它沒有給你很多所謂的專業名詞 所以我們燈光不夠嘛 補光 對不對 有沒有好一點 點一下 好一點了吧 對不對 那比較一下怎麼比 請你來看一下對比 這不是調整對比喔 這叫使用前使用後 很簡單嘛 你看兩三下就可以處理好啦 那像這個 如果說有其他情形 它上面 就在這上面這邊做調整 那麼一般來講 除了說這個調整之外 我們先講幾個比較單純使用的 您可能會用到縮方跟旋轉 有時候你可能正拍啊 然後橫的拍啦 直的拍啦 對不對 旋轉的話 您可以直接用這個 就看你要轉幾度就OK了 這個比較單純 那縮方也OK 不過如果這邊我跟老師稍微提醒一下 如果說您可能 因為數位相機現在老師的 這個像素一定都很大嘛 三百萬四百萬五百萬六百萬 甚至有到七百萬一千萬以上 檔案是不是都很大 那順便提一下 請問那個幾百萬畫素是怎麼算出來的 老師去買數位相機的時候是 跟他講 老闆最好的拍出來 我看看 那個像素很單純 老師您只要做這件事情就好 就是什麼 您的這個 長度 它的寬度 比如說這個寬度是五百 然後呢 這個高度是多少 六六七 所以兩個相乘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像素是多少 像以我來講的話 我的可能是三百萬畫素的 我的寬度是多少 那個二零四八 乘以一五三六 當然每一家會有點不一樣 那您有沒有數學比較好的老師 新鑽比較好 很久沒有用一個東西了對不對 我們很久沒有用一套小軟體 這 這個不用 您看一下齁 二零四八乘一五三六 有沒有 放大一點 對 這樣是多少 三百一十四萬對不對 這樣號稱三百萬嘛 那如果老師你買的是四百萬 大部分都是三百九十幾 比較多啦 或三百八十幾 這樣號稱四百萬 齁 那所以那個沒差 齁 那個 各位老師那個 我剛在畫圖再放大那個 也是免費的 那個很好啊 我會 我們會在後面再跟老師介紹 OK 那這個呢 所以您要放大縮小 原則上 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如果您是縮小 因為畢竟我們放在螢幕上 通常變比較小 但是您變小的時候 通常最好多做一件事情 多做什麼事情 因為照片縮小之後 其實它會變模糊 縮小會變比較模糊 真的 這個 你如果尤其很大張縮小 它一定比較模糊 那所以說 最好多做一件事 做什麼 多一個清晰的效果 在效果裡面 這裡會有個叫做銳利化 你把它做一個比較銳利一點 因為經過銳利化之後 你的邊緣 照片的邊緣會比較清楚 就不會這樣固固 這個老師您有機會 您可以試看看 因為這個 你只要是縮小的 尤其比例差太大的 這個就會 所以 效果會差很多 那 所以 第一個 太暗的 我們就先這樣處理起來 那我們再看 有沒有可能拍到太亮的 有沒有 有可能啊 那我現在再開一張囉 這個我就不要了齁 那我再開 您這個裡面 再找一張 來來來 這張 有沒有覺得比較亮 有對不對 開檔案也可以這樣開 丟到裡面來 如果說視窗都看得到的話 看得很亮對不對 這在哪裡拍的 看得出來的也真的不簡單 這在那個屏東海生館前面 不是有個大金魚嗎 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剛好是在正中母拍 它又在水面上 所以會加上陽光的反射 變成臉 就會差很多 其實老師您在看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的右手邊這裡 你有發現 右手邊有個這個東西 你看喔 這一張是長這樣子 我們看剛剛那一張 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 有 那麼各位老師 因為現在國中嘛 這種形狀比較常見對不對 這你給我常態分斑 哈哈哈哈 沒有啦開玩笑 這是常態分佈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一般來講 照片如果是像這樣子的 通常在光線啊 整個比例上來講是比較OK的 那如果你看到它偏一邊 那就是有問題 以我們這一張來講 你看還沒有使用之前 我先把它復原一下 你也可以用倒退的 也可以用倒退的 我先把它完全復原一下 重新載入一次 您看一下還沒有修整前 有沒有差很多 這一種比較像現在的社會型態 M型的嘛 對啊 M型的 那M型的就代表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其實您看它白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什麼亮度 你有沒有發現 很亮的很多 很暗的是不是也很多 但是分佈在中間的很少 就是比較正常光線的很少 沒錯吧 好那 你來看我們剛剛開的那一張 這一張是偏亮 所以您覺得 有沒有很暗的地方 頂多像陰影這樣有沒有 可是它有沒有 全部都是暗的 不是全黑 所以您可以發現 它幾乎沒有全黑的 是不是整個偏向右邊去了 所以說您可以從它這個 所謂的分佈圖 大概了解到說 這張圖你應該要怎麼修 當然我們大概眼睛看也還OK啦 只是說您可以去比較看看說 修正完跟修正後的 那剛剛那一張我們會補光 可是這張要不要再補光 當然不行喔 那怎麼辦 找減光 那減光在哪裡 這上面沒有對不對 請老師您看一下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叫數字減光 補光就是剛剛這個 減光點一下 現在呢我們剛剛按了 你看喔它會跳出這個 那您可以 預覽的話可以先按這個 先按一下有沒有好一點 不知道對不對 來沒關係我們來比看看 有差嗎 有餒 對不對 那如果不夠的話 你再做調整 好原則上它就是累加啦 這個累加 你如果一次不夠就再點一次 所以說其實您可以發現 做調整過之後 您看一下您的右邊這個圖 有沒有發現真的不一樣 有沒有像剛剛那樣 這樣起來 沒有的對不對 所以說它會稍微往這邊過來一點 那相對來說這樣照片看起來 的那個 就會比較平均一些啦 我不敢說這樣是好照片 但至少 就整個 顏色的分布還有亮度分布來講 會比較平均一些 會比較平均一些 所以你看我們簡單一下就可以處理好 那麼再來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來看別的 因為這個照片的話 我把它開另外一個資料夾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麼像這種也是比較暗的 好像這種也是比較暗的 那麼我們來看這一張 欸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看起來應該還可以吧 還好嘛齁 那我 你能不能知道它什麼時候拍的 我們數位相機拍的時候其實都有嘛 它其實您看一下在這裡齁 看一下哪邊呢 不是看腳 看腳邊 這裡有沒有一個ESF資訊 欸其實我們數位相機都有 您拍照的時間 日期 光圈大小啦快門啊什麼模式的 只有一個沒有 地點沒有 所以我的檔名告訴你 哈哈哈 沒有地點啦齁 沒那麼厲害啦齁 那所以您看一下ESF 點一下 用這一張啦齁 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一張的話 拍攝的時間 是在這個時間有沒有 幾點幾分都拍攝 什麼廠牌 哪一個相機型號 那麼快 光圈啊快門啊 還有什麼模式是不是都出來了 所以其實您可以很方便看到 雖然我照片大小已經縮小過了 但是 只要您不把這個ESF資訊把它刪掉 其實我們都可以讀得到 好都可以讀得到齁 所以 那剛剛那一張也是一樣的 那這一張呢 您剪到這邊 您看齁 這個如果您覺得不夠 可以稍微拉開一點 可以拉開一點 您可以看得到這一張 一樣的相機 因為 然後呢 這個叫風景模式對不對 嘿 您有沒有發現其實我們蠻早就去了 要不然八點就好啊 到墾丁南灣 因為這樣才沒有人 哈哈 不然你一拍全部都是人啊 好 那 這一張來講 看起來好像還OK 但是有沒有改進的空間 有 您可以看一下齁 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叫做反轉片有沒有 好 那什麼叫反轉片 我看一下喔 這個會不會動齁 那麼您看一下齁 反轉片您點一下 你有發現這裡有很多對不對 那我用比較 就是 比較 濃一點的齁 您覺得哪裡有不一樣 您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他是把顏色之間的那個什麼 飽和度調高的 我來講耶 衣服有沒有比較鮮艷亮麗啊 對不對 你有發現加了之後有差 那這種的其實比較適合什麼 如果老師您用的是用在螢幕上的 因為通常我們拿去給人家洗 他通常會做調整 照相管會做調整 所以原則上應該我們比較不需要做這種動作 那麼如果您是要在螢幕上 比如說電腦上 比如說電視上 比如說電視上 那就適合加這個 就適合加這個 讓你的什麼 色澤比較鮮艷一點 因為有的 你拍起來會笑話 就是 沒有錯也是OK 只是說 你看我才會用比較 單一點點有沒有 這樣應該是也OK吧 當然可能每一台螢幕上看起來會有一些差異啦 有一些差異 所以像這樣做 欸效果就會蠻不錯的 您可以發現 這裡有沒有什麼變化 有發現它那個 顏色跟顏色之間 是不是鋸齒狀比較明顯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顏色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因為顏色之間的差距比較大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輪廓比較深 就是邊邊會覺得比較深 這樣老師大概可以了解那個 所謂的反轉片的意思 那 這個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喔 另外一種 有的老師想要做那種什麼 黑白照片啊 或者泛黃照片啊 您就可以來這邊試看看 這有 有沒有 舊照片的 點一下 有沒有 就有那種舊照片的感覺 那您記住一下 如果那個效果不要 請你按把苦 還原一下 不然您就會一直累加下去喔 那這種 效果也還好 其實要看照片啦 要看照片 那有的 你就會發現 這20年前去也是這樣 現在去也是這樣 給哥老師做一個參考 那如果您一定要做黑白的 可不可以 在哪裡 在這邊 效果裡面 有沒有一個黑白效果 點進來 您可以看一下 不是只有單純的黑白 因為您可以再做調整 因為像這樣子 有的人比較喜歡什麼 對比比較強烈一點 有的人不希望對比那麼強烈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可以做調整 反差越大的話 白跟黑之間差距就越大 欸 一般黑白照片我們通常會調高一點 因為這樣看的會比較清楚 喔 會比較清楚一些 所以如果老師你有需要 欸 變黑白的 就麻煩你來這邊做一個調整就好 OK 那我把畫面先換給老師 您練習看看 我們現在針對這一個 這一個 就不是數位照片了 所以您可以發現 右手邊看不看得到 因為這張我們是用一般照相機拍的 掃描進來的 那麼您看一下上面 效果裡面 有沒有看到 一二三 欸 人像美容可能很多眼睛 你馬上那邊瞄到這樣 哈哈 那其實這個跟這個有點類似啦 那我們先看這個 柔光鏡 柔光鏡的話 有沒有看過人家拍婚紗照 有對不對 他拍不起來都柔柔的感覺 那所以您可以看一下 這個 如果您要調高一點 有沒有發現 他把它看起來會這樣 嘿 就是會把白色的好像暈開那種感覺 所以你的照片看起來就會比較有朦朧美 嘿 會有一些朦朧美的效果 那您可以 調整一下您的程度 柔化的程度啦 這樣子的話 欸 你看 我們來看使用前 使用後 使用前 你會發現 變得比較 稍微模糊一點 因為婚紗照都不能拍太清楚 哈哈哈哈 嘿 看太前錯別了你 嘿 這樣這樣子 那所以說 這個就可以稍微處理一下 效果就還不錯 那魔皮粒這個 人像美容這邊的話 因為這小朋友大概沒有什麼 好 我找一個 啊 糟糕 哈哈 沒有一個 因為我這邊剛好沒有放很近的 這個是我不是這樣看 好用這裡好了 來看一下 人像美容 您看一下這邊 現在是這樣 對不對 因為這一張尺寸是原尺寸的 原汁原味的 所以您可以看到這個尺寸在這裡 有沒有 是不是很大 對不對 所以動作比較慢一點點 那麼有看到磨皮力度了嗎 老師搞不好有用過 以前有用過那個裹霜換膚有沒有 哈哈 嘿 那那個其實 這個磨皮力度 你待會兒會發現說 您等一下自己試看看 因為我現在速度比較慢齁 您試看 你會發現說 這個臉會變成這樣 比較平一點 哈哈 嘿 其實它所謂的磨皮力度 就是把它變得稍微模糊一點點 所以你整體看起來就會覺得 比較不會 那麼的 清楚 皺紋啊 疤痕啊 那麼清楚 我先用裁切的方式給老師參考一下 好 我把裁切的話 原則上您可以等比例也可以非 不等比例 好 預設的話是按照寬高的 這裡有等比例 您如果要自由減就是用自由裁切 因為其實我們拍照啊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拍怎樣 拍太大張 我可能要局部而已 局部而已 所以你用裁切這個就蠻好用的 我這樣一切 是不是就比較小了對不對 那 這樣子我再套用剛剛那個效果 就會比較快一點 您先比較一下這裡 有沒有差 有差一點啦齁 那我把它調高一點 只有我皮膚有好一點 哈哈哈哈 我們不要講說 我們要用什麼像 什麼照片處理那樣 我們就是很單純 我們就生活照我們來試看看 你就會知道說 這是真實的 不是有經過修片的這樣子 好 那所以 直接確定 你看 使用前 使用後 是不是有差 不過因為這個是針對整張啊 所以如果您的這個程度調太高 你會發現旁邊會稍微受影響 好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說 人比較 他拍特寫的時候 您再來做的時候 會效果會比較好一些 效果比較好 好 OK 那您看到這幾個之後呢 應該可以 大致上對這些 這個簡單的影像處理有一個概念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看看他 還有很多好玩的 那 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最常用就是他的這個邊框 而且邊框其實算是最常用的 那等一下呢 那等一下呢 我再來跟各位老師介紹 您可以先試看看 好 先試看看 合作文靈 廿